还记得我们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学习圆周运动和万有引力吗? 让我们一起来复习吧! 圆周运动是一种绕着固定圆心旋转,且运动轨迹为圆形的运动。 进行圆周运动时,可以改变运动方向的力称作向心力。 当向心力消失时,物体就会沿着切线方向飞出去。 而万有引力是指,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皆有互相吸引的力存在。 像是图中看到的车子对地板的吸引力,小树蛙对狐狸猫的吸引力, 电线杆对地板的吸引力,其实都是万有引力。 而两物体彼此间的万有引力互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, 所以大小相等,方向相反。 而万有引力与物体质量距离有关。 当距离固定时,与两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。 当质量固定时,与两物体的距离平方成反比。 科学家将万有引力常数G带入关系式中, 使等式成立,称为万有引力定律。 复习完万有引力和圆周运动后, 我们先回答以下的问题吧。 回答完题目后,想想看, 如果今天狐狸猫和小树蛙在公园玩互相接球的游戏, 狐狸猫沿水平方向将球抛向小树蛙。 小树蛙一个晃神,没有注意到球飞了过来, 这时会发现球沿着抛物线轨迹落至地面。 当狐狸猫抛出球的速率越大, 球落到地面的水平距离则会越远。 从刚刚的例子可以看到, 如果今天人造卫星从地球发射到外太空时, 给予人造卫星足够的水平速度, 便可以让人造卫星沿着地球的曲线做圆周运动, 以不同的水平速度发射。 圆周运动的轨迹也会跟着不同, 而绕行在地球周围的人造卫星具有相当快的绕行速度, 所以可以绕着地球而不会掉落哦。 接下来跟着小树蛙一起回答问题吧! 同学们, 接下来想一想, 生活上有什么现象是跟万有引力有关系的呢? 夏天到了, 狐狸猫和小树蛙来到海边放松。 狐狸猫决定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, 小树蛙则决定要堆沙堡。 过了一段时间后, 小树蛙发现海水渐渐往沙滩上移动。 小树蛙觉得很奇怪, 海水为什么会有移动的现象呢? 首先, 我们先来了解当海面开始慢慢上升的现象称为涨潮, 当海水面开始下降则称为退潮。 海水涨退潮的现象需要考虑地球、 太阳与月亮之间的作用力。 万有引力正是其中之一, 因此,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, 虽然太阳的质量较大, 但地球跟月球的距离比较近, 所以受到月球的影响会更显著。 进一步来看, 地球不同位置上受到大小不一的力作用, 使得围绕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对称的椭圆。 随着地球自转与月球绕地球公转, 可以在地球上观察到海水涨退, 潮起潮落的现象。 如果加上太阳的影响, 当地球、太阳与月亮形成一直线时, 由于月球带来的影朝力与太阳带来的影朝力产生加成作用, 造成较大的潮差。 当地球、太阳与月亮形成直角时, 月球带来的影朝力与太阳带来的影朝力互相干扰相消。 我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 圆周运动是一种绕着固定圆星旋转, 且运动轨迹为圆形的运动。 万有引力表示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皆有互相吸引的力。 人造卫星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, 其向心力来自卫星与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。 潮汐现象是受地球、月球与太阳之间万有引力的影响, 而出现造成涨退潮的现象。 最后,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! 我们可以观察到每天潮汐的时间都不一样,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